不断 友达群创第三季亏损金额都破百亿 那么群创的部分单季亏损甚至比起第二季又扩大了1.7倍 现在为了要挺过景气寒冬 群创也宣布高阶主管十月份起自愿减薪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 产业面临史上最大的逆风危机 群创公布第三季最新获利成绩单 毛利率下探负的百分之十八点七四 不仅创下历年最低纪录 单季亏损更比第二季在扩大1.7倍 高达127.46亿元 更惨的是亏损幅度竟然还比友达的104.26亿元更大 前三季税后亏损超过155亿 每股精损则来到1.5元 算一算面板双户第三季合计就已经亏损超过了231亿元 换算下来等于平均每天就亏掉了2.5亿 创进10年来的最惨淡的一季 同时呢 已把去年疫情红利带来的千亿元获利全回吐了将近一半 然而友达跟群创对于未来的展望也更加的保守 公司亏损扩大 群创也开出了面板产业的第一枪 宣布为了维护股东的权益 并且让同仁安心工作 因此高阶的主管将担起责任 从10月1号开始资源减薪5%到15% 刑判与全体公司挺过这一次的景气寒冬